Hello 大家好 我是伯伯濕診Katy 不知道大家在初初補充益生菌補充劑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為何補充後皮膚會痕癢 又或者補充後好像人有點不聚財的情況呢 今天影片會告訴大家為何會這樣 也解釋給大家聽你的益生菌究竟還不應該吃呢 歡迎大家來到伯伯濕診頻道 這個頻道主要關於各種濕診資訊 讓你去控制濕診 而不是由濕診去控制你 如果你需要相關的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鈴鐺 還有最新的更新你就會收到通知 好 開始前讓我先宣傳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坊間很多不同的方法 然後拿了很多成功人士的意見 但其實你都改善不到你的濕診問題 然後你就覺得很累 很絕望 很灰心 覺得其實是不是真的已經沒得夠呢 大家就絕對不用失望 我Kathy已經將濕診由開初為何形成 去到究竟有什麼有用的方法 都有系統地去告訴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資料的話 記得下面的連結看我的 拜拜濕診自主課程 我自己就很有信心 我的課程是可以絕對幫助到大家 讓大家可以不用再去走一些冤枉路 另外我除了Youtube之外 其實我也有IG和我的Facebook 然後我也會教密去更新IG和Facebook 所以如果想關注我的話 記得去Follow 好 今天就講這個益生菌的問題 我想吃完益生菌 覺得越來越癢 其實不是人人都有這個反應 其實這個反應背後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有機會是入面的益生菌 有一些你不可以吃的成分 包括很多益生菌 可能因為想增加的味道 他們會加入一些奶粉 或者是其他的配方進去 你自己接受不到這些成分 你就會覺得痕了 當然Kathy的影片就不至於此 其實我主要想講第二個原因 首先就要講一下由益生菌本身的功能去講起 有關注我之前益生菌影片的朋友 其實都已經知道益生菌 其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去幫你清除過多身體的壞細菌 包括念珠菌 金黃葡萄球菌 等等一些對你身體有害的細菌 然後它也可以抑制有害的菌種 越來越多 從而令到你的長度細菌 就得到一個平衡 保持長度的健康 聽到這裡 可能你就會覺得 其實益生菌是好東西 為什麼吃完就會越來越癢呢 基本上 其實吃完益生菌越來越癢的人 絕大部分都是一些 之前是長時間都沒有接觸過一些有效力的益生菌 可能他們沒有吃過益生菌 又或者他們過往吃的益生菌 其實是沒有什麼效用 之後他加了這隻有效益生菌之後 那些好的細菌 就會對於身體的壞細菌 進行一個大屠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人本身是沒有特別注意開飲食 以及沒有特別補充益生菌的話 其實他腸裡面的壞細菌 其實有機會已經是一個失去平衡 以及佔大多數的壞細菌的狀態 所以當你去加一些有效的益生菌進去的時候 那些益生菌就會大大殺死那些壞細菌 但因為長期沒有吃益生菌 以及長期飲食不當的原因 其實腸道的環境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尤其是都市人 之前有看過一條腸漏症的影片 就知道其實不健康的腸 其實是會令到那個腸的穿透力會增加 然後有不同的細菌 或者一些大的食物分子 就會透過腸道直接去血管 然後就會有發一些免疫的反應 現在這個大屠殺員的一個戰鬥之後 那些壞的細菌就會死了 那死了之後他們的屍體 就是會因為你這個腸流的問題 有機會透過你的腸 滲透到你的血液裡面 因為其實這些細菌已經死了 那就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因為當初你的免疫系統 其實還沒有調整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所以當你的免疫系統看到這些死了的細菌的屍核的話 其實他們也會立即有一些免疫的反應 立即去斑馬去清理這些死了的壞菌的屍核 那就是因為你的免疫反應 因為一些壞的細菌死了 然後而有發出來 就會變成你可能會覺得有些痕了 又或者甚至乎你可能會出一些小小的粒粒 這個現象其實純粹是因為你的免疫反應而導致的 以上講的一個理論 其實大家都可以Google到的 大家只需要Google Died off effect 其實你就可以找到相關的一些資料 可能你又會問 如果真的出現這個Died off effect 那怎麼辦呢 自己真的好癢 又或者起了一些粒粒 其實你可以做幾件事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如果自己都覺得比較辛苦的話 接受不了這些痕癢的感覺的話 其實你可以減慢益生菌的份量 你可以在每天吃變成隔天吃 就可以減慢一點你這個反應 但是變相了就是因為 本身打仗可能要用10天 如果減慢了的話 你就可能要用20天去做這個打仗 其實是拖長了那個時間而已 第二個方法就是 繼續堅持去吃這個益生菌 再慢慢去觀察這個狀態 其實一般來說 即使你做了這些粒粒 可能你堅持多一兩個星期 其實你就會慢慢看到 一些痕癢或者一些粒粒的情況 有機會可以慢慢減退了 當然因為每個人的體質情況 其實就有不同 所以剛才那個時間 只不過是一個很初步的參考 就不可以覺得自己 兩個星期後都沒有好轉 就覺得這個是沒用的 第三個方法 就是喝多一點水 稀釋自己身體的體液 以及多一點去小便 以及讓身體去大便更容易 將毒素快點排出體外 其實也有效的 還有就是可以做多一些運動 排汗 其實都可以幫助舒緩這個情況 但可能你也會有點猶疑 究竟這個益生菌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用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我呢 因為它其實令我痕癢了 大家可以再觀察多一點自己的大便 其實你大便有沒有改善了 有沒有準時了 去的份量會不會都多了 然後大便的形態會不會都漂亮了 其實都可以看回 抑生菌對你來說 是不是都有它的好處 其實這個die off effect 其實真的不用那麼驚人 只要你的腸道 其實是有一個抑生菌的身體平衡 其實這個反應慢慢會減退 甚至乎你也不會再出現這個反應了 好了 有機會你又會問 阿益生菌有沒有推介 下面info box看看就知道了 今次影片是這裡 希望影片到你了 下次再見 拜拜